好,現在這個燈泡是這個是從淘寶買的全光譜的燈泡 那它的參數是PAR是30 那顯色指數它寫是98 那實際上測起來就是我看淘寶賣家自己測的 還有一些買家去測出來的評價 差不多在96、97左右就是會有一些偏移 那它這個是18W的燈泡 然後127的規格頭 那我現在把它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好,你可以看到它現在畫面上看到其實有很大差不多的大圈 實際上肉眼看差不多最亮最亮是中間這個小圈而已 所以它的光閃沒有到非常的大 那除了最中心點 往外面移一些的話它的光的光度會衰減蠻嚴重的 那因為它是全光譜的燈泡 然後它的紅光跟藍光也算充足 所以它可以適合用來當作的植物燈 只是它的range沒有到非常的大 那有些人就是把它的這個玻璃拆掉 說感覺比較好一些 或是換一片那個角度比較擴散的玻璃可能會好一些 只是當然你越集中會越亮 那越閃的話 光度會再衰減一下 衰減下一些 那現在這一顆呢 我自己用手機去測 它15公分左右 它中心的亮度差不多是18萬Lux 那到25公分 差不多是10萬左右 然後再往上 25公分是10萬 對差不多10萬 那之後我會把那個測試影片放上來 那這個燈泡呢 在淘寶買一顆差不多 200多塊台幣吧 其實很便宜 然後是18W的 另外呢 我還跟它買了這個 這個LED的燈片 但這個是要有一些動手能力的人才有辦法去玩這個東西 那 它這個顯色指數呢 所謂顯色指數就是 它的顯色指數越高 你看到東西會越接近真實 那我現在拿一顆雞蛋來測試一下 我剛剛買了番茄 這個是番茄 可以看到現在在 我把關掉 在日光燈下的番茄長這個樣子 放過去應該會過曝吧 應該會曝光過度 只是呢 那我們現在把鏡頭拉近一點看 可以看到這個顏色呢 跟日光燈 它的表現力是差非常多的 那這個是 現在 最奢侈的東西叫做雞蛋 土雞蛋 這是 日光燈 一般便宜的日光燈 然後這是顯色指數98 號稱98的 全光譜燈 到處還是這樣 中間有點過譜 曝光過度 因為 它還是會太亮 它太亮了 然後它就可以 因為它光譜很飽滿 然後 亮度很足夠 所以它可以拿來當作植物燈 這樣把它拉高一點 這樣比較 比較正常一點 對 它的顏色差非常多 好 那之後我也把那個 測光度的那個 紀錄 再存上 再放在這個影片後面吧 好 現在倒在sense的中心是18萬 然後目前距離是15公分 抬高到20 20公分是14萬 OK 25公分是10萬 30公分 30公分是7萬 35公分是5萬 40公分 40公分 40公分是3萬5左右 可是它的光的中心其實蠻小的 它光閃沒有 角度沒有很大 所以 它有時候會打不到手機的正上方 沒有打到手機正上方的時候就會 所以 我現在距離不變 我把它往後面移一點 加光算蠻重的 它就是中心點很高 中心可以達到 今天可以達到十幾萬 18萬 這就是 好像有人有把它玻璃拆掉的時候比較好 我之後有空拆拆看 好 這是這一次的燈泡的測試 好